電動單車及電動滑板車在香港還未合法化 市民簽物以身示法 在道路或行人路違法駕駛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於5月11至12號 進行打擊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行動 在屯門、元朗、大埔、上水及天水圍的單車徑 馬路及行人路拉左九男兩女 年齡介乎28至75歲 涉嫌駕駛未有登記車輛 駕駛時沒有有效駕駛執照 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 以及駕駛時沒有戴上認可防護頭盔等罪名被捕 同時扣查了10部電動單車 以及一部大約值3萬多元的電動滑板車 行動期間 我們警方亦都向沒有遵守交通標誌的騎單車人士 發出了12張傳票 我們一向市民派發了600張有關的宣傳單張 教育市民千萬不要駕駛電動可移工具 他又說 新界北總區過去一年 有81宗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的案件 至於過去一年 整個警隊就有235宗的相關檢控 有435宗非法駕駛電動 anders